记者王俊中台南报道,患有精神疾病的灵性女子连续两天持美工刀伤人,灵女昨天一早持美工刀前往南科幼稚园割伤一名四岁女童被警方逮捕以两万元交保后,今天上午七点多又持美工刀闯进新市国小一年级教室,割伤一名七岁男童,警方或报将其逮捕起或作案用的美工刀, 证讯后将灵女一意伤害罪嫌疑送法办,并建勤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积压 台南地检署江岳主任检察官则怡林表示,对于灵性经账女今天上午持美工刀,再到新市国小教室划伤七岁男童手臂,造成男童受有撕裂伤擦伤 今天下午经检察官讯问灵女后,认为灵女有反复实施伤害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积压 南检说,承办检察官有在申请积压书上记载若法院认为无积压必要,请联系卫生局人员进行后续强制就医程序 台南地院于今天傍晚开生涯停后,法官才定驳回生涯需送医强制治疗